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盟周一 在其2022年世界灾难报告中警告 大型瘟疫可能很快会再度来袭 在中共病毒疫情造成了 比任何地震 干旱或飓风还要多的死亡之后 各国对未来可能爆发的瘟疫 仍然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 报告建议各国将本国的医疗投入再增加GDP的1% 同时敦促各国在今年年底前更新预防计划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严书综合报道